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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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一见闻得受持 我今一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释教一记教官刚中和说 各位必求 各位撒民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着 我们上一堂课呢 就对这个迭明侍教之相 谈到了 开始谈三藏教 三藏教呢 首先能全之名 能全名呢 听到什么是三藏呢 三藏教者 四阿汗为藏经 匹尼为律藏 四阿汗为经藏 匹尼为律藏 阿弥陀为论藏 我们上一堂课谈到 什么就是匹尼 Vinaya 是我们对于戒律的一个 三明四义当中 最首要的一个名称 Vinaya 意义做什么 灭 调浮 或者是律 离恨 或者善志等等 那么一般义翻为律 其实它真正本义 在梵语里的本义叫做灭 灭是从结果说的 而律呢是从它的相貌讲 它是律法 律是一种诡则的意思 那么它本义叫做灭 或者叫调浮 所以有时候心义也译成调浮 调浮 或者灭 都是就它的功能说的 有时候也译成离恨 善志 这都是有功能的意思 那么 四分界本书当中说 律者法也 有没有 我刚刚讲律 是一种法 是一种诡则 从教为名 它是一种诡则 依着这个诡则 你能够达到这个灭的效果 调浮的效果 那么就教法来说 它提供一个规则给你 一个律法 就是规则给你 所以这中文里头的律 是一种规则 是一种法 那么 从教为名 断割轻重 开则辞犯 非法不定 故正凡之 所以说 皮尼 比那亚 它是一种教法 这个教法 足以能够断割轻重 断割就是裁判 判别 判别轻重 还有 什么呢 开与遮 开与遮 所以说开就是容许的 遮就是遮子 就是不许的 那么 持跟犯就是说 在什么状况之下 你违背它的条件 名为犯 某些情况符合它的标准 那么叫做持 那么 要这样来断割 你非法不定 没有一条律 没有律法的存在 你就不能够这样来断定什么 断定持犯跟情重 犯有犯轻跟犯重啊 那么什么是持啊 这些都要怎么样 都要一定程度的文字来作为标准 那要这样做非法不定 如果没有法你就不能定这样的标准 所以说要立这个律 因此呢 Vinaya本身 它的本意事实上是以效果来谈的 叫做调伏 叫做什么灭 是这样 可是就它的 就它的一个教法 就它怎么样能够达到灭这个立场来说 要以教法来翻的话 就翻成律 所以Vinaya是有律的意思 那么这是旧教为论 律为佛所尽智之法 身形所共行之准则 名为律 所以有人在讲戒律戒律 那个律是什么意思 共行的准则 共行的准则 那么我们一般都谈戒律 谈戒律 把两个一起谈 事实上Vinaya是 在中文里头 有时候被翻成律 它叫功能来翻 是调伏 那么 好 那么与判别 是一种准则 与判别轻重 分别犯与不犯的一种 教法内容 这就叫为 如果就行来论呢 依此而行 能灭除诸过 离诸恶恨 这是就防飞子恶 调伏烦恼 达到善智身心的功能 这是以清净的功能说 所以就功能上来讲 就是回复它的本意 就是调伏意 所以Vinaya 有翻成律 有这功能来说 翻成调伏善智等等这样的名义 这就是你看翻译多难 翻译有时候从这个角度 从那个角度来给它一个名称 是这样 我们附一个概念 这里有附一个概念 律之梵文原意 就是说 Yuppara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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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正子佛所静置之律法 所以说律呢 在中文固然 把Vinaya翻译成律 其实在梵文里头 就要谈律 更相近的一个名词是 是这个Yupparaksa 这个名称更加的贴近这个律 是指一个律法 所以你看那个什么 基督教理由谈的那个十戒 是更好用 更贴近的一个梵文的字呢 是Yupparaksa 这个Yupparaksa 这样子的名字是更相应 正子的佛所静置之法 然而经多以匹尼代之 因为律教重在防飞止恶 达到调伏烦恼的效果 所以以功能的意涵为重 干脆就用Vinaya把它翻成律 注意的是这样 古人把它分的后来把它分得很清楚 所以故以彼尼的调伏之名而取代之 所以当正翻为调伏灭 那么转戒成律 所以说如果说梵文里头出现了一个Yupparaksa 这样子的一个名字的话 它是在正翻 在中文里头才正翻成律 可是常常Vinaya就用成律了 那么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 借用的意思 好 还有 其实这里的文我就解释到这里 我文字就解释到这里 其实律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恶律也叫律 所以说这个Yupparaksa 这样子的一个梵文的原意 它是中性的 外道也用这个律 也用这个字 它代表一种习惯 一种准则 这个准则没有好坏 也不一定向于解脱 它是个中性意思 换句话说 黑道 黑道也有它的邦规 对吧 它也可以通用这个 这个Yupparaksa 这个字 Yupparaksa 这样子的一个律 所以它律是中性意 所以代表的一种习性 一种通行的规则 所以说它有时候 在梵文里头 当谈到佛法的律意的时候 它就不会用这个中性词 它会用一个倾向有调伏意义的 所以它会用Binnaia 这样诸位了解吗 所以不要乱用 大部分在佛法里头只用Binnaia 因为它比较有正向意义 跟Yupparaksa 这样子是一个中性意义来说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恶律语 你比如说守鸡的戒 守牛的戒 外道有很多这样守这种戒 乃至于去守什么 守苦行戒 去躺这个钉床 它的早晚课就是躺钉床 它的律意义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你能够说它是Binnaia吗 那没有 它没有调伏功能 对不对 它是一种律意合一 所以佛教不用 不用这个什么Yupparaksa 好 这是Binnaia的另外一篇 让你有这样了解 毗尼为律障 那阿比达为论障 阿比达为论障 阿比达 阿比达呢 注解当中说 阿比达玛 那么它的梵文 阿比达玛 达玛 达玛就是法 所以说它这个阿比达 阿比达是 阿比达 阿比达 那个是对的意思 所以两个合起来 如果词翻就是对法 就是对法 那我们看注解473 法言对法 未能对所问之法 能对所问之法 就是你问 那我对你的问呢 我给予一个解释的内容 这样子呢 这些内容就是对法 对你所问 所存在的法 是这样 不过呢 那在佛法里头 它特别提的是指 对向解脱之法 这又转成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 智慧之别名 意味以智慧对观诸法之真实义 叫做对法 它就因此 那个阿比达玛特别指的就是智慧法 所以说智慧障 所以说阿比达玛障在声闻里头呢 它就意味着智慧障 智慧障 那你说那经呢 经是sutra 是所谓的 有它的贯穿意 为之为经 它本意是这样贯穿 因若贯穿 把佛所教法 佛的教法概念 把它贯穿起来 反而是论障当中 才特别给它一个意涵 是智慧的 阿比达玛事实上在声闻的原意里头有智慧的意思 不过汉传佛教重经呢 那么这个 这个声闻法跟藏 声闻法当中 它也重经 不过呢到了布派佛教特别重论 那么再像 这个密教的话 汉传的唐密 你去观察它 它才是重经 然后才兼用论 藏传佛教是重论 它几乎是重论 它有学五部大论 它特别重论 阿比达 所以说 为智慧之别名 意味着使智慧对观诸法 真实之义 盖论不问答 觉则诸法义理 使人之智慧发达 故转指论 论不对观 这真理者 即位之为阿比达 所以说 在论当中呢 种种的对观 这个佛的法 乃至于外道所疑问的 那你在论中给予什么 基于佛法的概念 给予广泛的 而且有系统的回答 很有组织的回答 或把佛所说的教法 经过整理 然后让你能够 意理清晰 条理分明的 这样去理解佛所说的教法 甚至于这还有 对于佛所说的教法 给予再发挥的 这在僧文法里头 通通叫做阿比达 阿比达玛 最有名的就是六族论 或者后来的巨舍论 都是阿比达一种 都叫论障 所以他吸引人呢 怎么讲 他不是像佛所说的经 散布着佛陀应激 然后随口以他的智慧所说 那么这里说 那里说可能重复 可能有真减 那也不一定有整理 可是到阿比达的这样子论障的时候 他是被后来的弟子们呢 所集结真理的 感觉起来确实好像怎么样 比较有系统 然后呢也很广泛 说的也深刻 这个时候就 很多人就很乐意去那里 透过阿比达的论障 去做诗辩 这个大小乘都这样 论了就说了 就更加的有系统 所以注意啊 这里头表现出什么意思 佛说法 称性说 他不在乎系统 虽然就汉传佛教 在透过那个科叛的方式呢 我们也看出来佛经的系统 其实也很严整 可是呢 他不注重在整合 归纳这样 他注重在佛陀单一的 从头到尾 续分 正中分 流通分 来解释 佛所要流露给 这一期 这一次教法当中 他想要讲说的内容 注重在这儿 可以说 他的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 最高 处处单据单行 乃至于智据当中 都具有修行解脱的秘义 甚至都可以修 可是呢 论障就不同 论障 他的权威性并不一定那么高 因为终究是 古德啦 菩萨啦 乃至于这 僧文人的当年的大德 甚至都没有名称的 有的有 有的你都不知道是谁做的 这样论了 被集合在那 他 是引的是佛语 集合结集的结果呢 或过程通通是 要不就罗汉 主要是罗汉们 或者 大乘的菩萨们 所集结的 他的权威性理论上说 是没有经典高 汉地佛教 基于这样立场 他有个特色 他重金 他重金 尤其是一天台 很重金 他一切以法华经的解释 跟发声为主 固然天台的很多教法 也引了论 那事后再来去理解他 没有错 可是就讲实修 实修的化重金 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你在读诵 解义经的时候 你心中的权 那种权威 真理的权威呢 是不可撼动 也没有可以怀疑 佛亲口说嘛 是没有可以怀疑的 那么论呢 总是菩萨嘛 菩萨他是经过集结的 我们可以拿他当辅助 但是不会拿他来取代经 这一点是汉传佛教的重点 我个人习性上 习惯上也是这样 所以要讲修 我们都直接佛所说 所以这样是符合律 律也是佛所制 那佛亲口所说 一定有他的秘义跟加持 也是这个概念 好 那么如果这样了解 阿比坛呢 是属于菩萨所说的 或者是古德 罗汉们所集结的 那么回到这个注解上来说 那么使人智慧发达 只顾转子经 论不对观真理者 通通叫做什么 论不对观真理 通通叫做阿比坛 又做阿比达摩比坛 那么意义为对法 大法 无比法 相法 圣法 论等等 有这么多翻译 翻译成这样 他的本番是翻译成对法 那么或者也叫大法 这个大当然不是大小乘 这大是指对外秤 对外道而说 我的是大法 无比法也是 对外道是什么 有可以再修正 我佛法才是不可修正的 所以不可比你 不能比我高过于你 我无比 无比神圣 这就是圣文法立场 对外道说 叫无比法 也叫相法 相于解脱 也叫圣法 相对外道的略法 我的是圣 那么论 就是中性的名词 就是论 意味着什么 意味 主师所造 菩萨 菩萨 主师 罗汉所造 我也是会论 那么与经律 与经律 合称为三藏 佛教圣典 总称为之金 这叫三藏 佛教的圣典 故偶以 阿比达摩藏 或者阿比坛藏 对法藏 或论藏等 来建称 有时候会这样讲 阿比坛藏 论藏 阿比达摩原子 有关教法之研究 如果比如说 如果研究论藏 律藏的话 也可以 则称为 阿比奈耶 后来 广至对经律 二藏之论述 也称为 阿比达摩 其成立于西元前后 大概成立在这个时候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因为佛出世的时候是 只有集结佛所说的教法为主 不过也有菩萨所说 那他到底称经还称论 你要知道 如果不做整理 只是菩萨转述对佛的 当年的教说 他转述的话 虽然从菩萨那里说 哪怕是天人 那都叫经 因为他不是经由他加工整理的 只要是论障 你可以看说都是加工整理 可能是佛所说没有错 不过加上我的体解 我的重新整理 不是那个佛一路这样讲下来 被我记录的 那种被我记录的名为经障 那没问题 所以说有时候经跟论也不能以 谁说来分别 需要以他的内容来分别 最初的论帐 只是一个简单归纳佛教名词 慢慢的有古德 有阿罗汉们继续演绎 成为一种解释的形式 直到布派佛教的时候 各个有力的布派成立 各自的阿比达摩 那么这深奥繁琐哲学 教学形式于是展开 这就意味着什么 后来的据舍论 或者是六族论当中 统统是这样 也就是说佛陀入灭之后 身闻人对于佛陀所教学的法 慢慢的其实坦白讲 他有法针的 看法各自不同 种金派的 种论派的 种绿派 乃至于根气比较立的 已经渐渐旁通大秤的 他们的教学内容 对于佛所说的 阿含经的理解跟记忆 渐渐的有深浅广大小的不同 然后慢慢的他们就 把这样子的理解 慢慢重新整理成 他们自己布派专用的论点 专用的论点 那么这当中最有名的是 说一切有部 他的六族论 他说一切有部所成立的六族论 六族是有六部论 通通是什么什么族论 什么什么族论 所以叫做六族论 这个说一切有部当年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他们的教授 说一切有 那么他们认为最维系色 是有的 他们认为这是不坏的 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的论点就被建立起来 六族论最有名 这六族论后来呢 被这个四亲菩萨 还在学小秤的时候 偷偷地进去学 他们不容许外传 不容许外传 那在这时候呢 他终于学 以他们的教法在整合 或者是说他在做取舍的时候 那么就开始被攻破了 要是没有四亲菩萨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 说一切有部的阿比谈论葬 他一直会有他不可动摇的地位 因为他人数多 学习的人多 而且支持的也多 但是被四亲菩萨 当年他学生文法 他就开始改变 他就觉得这样有问题 那么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谈到 那个据舍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事情 那我们把这个 这段文呢 就再往下看 阿比谈原子 这个 有关教法之研究 那这我们都讲过了 繁琐生号 那我们这都讲过 那我们接着再回到本文来 阿比谈为论葬 那么这个论葬是总数三葬 这个在上面注解106当中 也有一个注解 谈到三葬 那我们也简单的再跟大家谈一下 曾经我们在注解106里头 也说过了三葬的内容 那这个呢 这是偶祖他在教官纲中示意当中 他自己解释的 他说这个阿寒一名阿几多 乃至于这个 义云阿几摩 此番作教又翻作法规又翻作传所说义 又翻作无比法 通则大小二教皆明阿函 别则真一阿函的 约束明法 藏阿函明世界升旗等式 中阿函明珠生意 扎阿函明珠教禅法等等 扎阿函明珠禅法 乃摩河加色情阿难节吉 顾云四阿寒 就是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那么扎明珠乃也 乃明珠乃也 此番作善智 亦番调夫 亦番作灭 亦番作律 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那么通则佛所说的教 皆明珍法扎明 别则因事所致 五篇戒相 这是摩河加色请 幽伯离集结成的 叫做屏障 出为一步 后因真故 分为大中部上座部 乃至于分为十八部等 九后流传 力流五部也 那么这指的是绿帐的 一个简单的说明 他说绿帐其实 连佛所说的教法 只要是有所谓的禁制义的 那么通通其实也可以名为 正法批明 但是后来就转成了 主要是指戒律 戒律而言 后来分二部 乃至于十八部等 最终就留下五部律帐 这个是符合事实的 佛教历史当中确实也是这样 那么接着他又解释了 这个阿比坛 阿比坛语言之 阿比达摩翻五笔法 又翻作对法 通则佛所说的法 一名阿比坛 其实别则 什么呢 摩合加设字节佛所说的论 即阿罗汉所造诸论 名为阿比坛也 它意味着 这样解释 当然就比较不像于 现在所理解 它意味着好像佛也有说到论帐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佛所说通通名为金帐 倒是阿罗汉所说的名为阿比坛 这点倒是 那么这里头就有问一些问题 他就问到说 有制度论处处处以摩合眼赐三藏法 故乎半自教为三藏也 那么又有人问说 那何故不名为小秤教 此教具有三秤全法 故歌不可名为小秤 说得很好 这样说得很好 他说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不直接 当时偶主为什么说 他说为什么把半自教说明为三藏教呢 一方面是说 半自教三藏分别起来 你看升文教法 升文教法里头三藏经欲论是分得很轻 可是呢 如果用大秤来谈的话 就以大秤来说的话 大秤法呢 这个有时候经跟论是合在一起 你看那个 范王经 里头才有范王戒法 意思是这样 所以说他没有分得很开 所以你不好说 大秤也叫三藏教 是这样说的 然后再来就引经文 法华经上说 他说贪着小秤是三藏学者 可见贪着小秤的 说他是三藏学者 因此拿三藏来说小秤 说他是半自教 是很合理 当然啦 那也有人说 那如果是这样 用三藏教来说是小秤 这样好不好 换句话说不要用三藏的名称 用小秤的名称可不可以 那这一点大家也要了解 其实三藏教的藏教人有发那个所谓菩萨心的 这个发菩萨心 以菩萨心的有无来说 他也是大秤的一种 他不是满自教 但他是大秤 大秤就是说 自己不求解脱 不是自久解脱而已 我还要运在他人也解脱 也有这种人啊 所以里头也有菩萨秤啊 菩萨秤就是大秤啊 所以你不能把说原教叫做大秤啊 你不能这样讲的 其实声闻教里也有大秤 我早就说了 是不是 声闻原觉菩萨 三藏 是他教里了解的 低 层次低 不是他发心低 他发心也发生大秤啊 大秤心啊 大秤就是主 我大传嘛 我也要渡人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大小秤来说 大秤人他也有那种根 根根气顿 他只知道 缘起信空 我们今天看到太多人都这样 有些佛学院只谈缘起信空 他不知道有实相教法 他也不知道有原教的教理 他不知道 那他算不算大秤算 但是你不要以为 大秤就等原教 那差远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原教另外给个名称 叫做一佛秤教 他是这样讲 这是天台这样理解 所以说注解474 他告诉你说 可以再看一看 这个之前的注解106 总数这个三藏 那么接着呢 我们这段文呢 他告诉你说 三藏的一般名称是什么 只是能全之名为这样 这里头 我想有一个观念 大家要了解 就是说 那不能够用小秤来指涉 这个三藏教的藏教 这里头就标举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天台还用半字教来指涉这个 来指这个三藏教的 半字教 没讲完 讲一半而已 这样就比较可以 你不以大小秤来说 所以你不要直接要以 我们很容易的说 那个三藏教是小秤的 很容易把它想成这样 是因为三藏教流包含了 声闻圆觉 那我们以为三藏教就有声闻圆觉 所以拿小秤说是三藏教 不是的 人家他也有菩萨发心的 菩萨发心 所以这就反正了一件事情 当我们来问说 大秤跟小秤的差别的时候 勉强说发心这是可以的 可是你如果说原教跟 所谓的原教的这个道理 跟声闻法的这个道理的差别是什么 你就不能以 有没有发菩提心 有没有发菩萨心来谈 就不能了 我们勉强说可以发菩提心 来做差别是可以 因为菩提心是指正德佛性 上求佛法这样的角度 那还可以用菩提心的有无来谋 不能以所谓的有没有发菩萨心 有没有发大悲心这样来看 不能 声闻人他也有发那个悲心的 或许这个大字不好用 但是至少也有发悲心 他也想要利益众生 你去南洋国家看 他们也有做社会工作的 他还发菩萨心 是不是也做福利工作 所以古来民国以来有大德说 哎呀人家那个小秤国家 也有行大秤法的 我们这个大秤国家 大家出家人 他是指当时都躲在山上 好像行的是小秤法 那么是指的他有没有行 这个悲心利益众生来说的 可是要知道 在某个意义上 当以原教的角度来说 大小秤 这个还要以发菩提心来谈 即便你没有行 一般我们说社会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 度化众生的工作 可是你心了知佛法 一词相 了知佛性 这个是更加的重要 这个叫做原教 这种原教的教法 固然也有 坚行六度这种观念 也要你去行 世间的慈善事业 看起来好像 这就是人家一般人讲的 大秤 可是他也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去做 你今生一定要去做 所以原教的观念 是以你了不了之一佛称 了不了之实相 或者信不信仰实相 是不是修行以实相的正德为目标 是以这种角度来说 他是原教人 不能够以说 他也没有行菩萨道 这样来论断 他是不是原教人 是这样 所以也就不必 以这样角度来说 去到僧文佛法来 僧文佛教的地方 看他们也做社会福利工作 不应该 不适合这样来反奉 中国佛教 没有大乘法 不能这样讲 其实中国佛教一直是有的 原教 原教他本来就有大乘法 他就是大乘法 你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实践 社会福利工作 那是因为他还实践还没到 对于很多的大德来讲 他觉得他现在带领了这一群人 还不适合做这种 社会的慈善事业 当然他先去教导他们 就大乘的教理 内修等等去熏陶 我想你不能说 不是大乘法 不是的 了知佛性 一定是大乘法 这样子 我想这点大家要了解 不宜以这个外表来说 这点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很替中国传统佛教讲话 我也在道理当中分别清楚 我们不能产自己 产除自己的根 民国以来 处处都讲革命 处处都谈的反省检讨 我们承认 时代当年的时代不同 当年时代不同 传统佛教当中的 某一些比较 过度保守的做法 而没有体会到 当时的国难当头 或者国家动乱 乃至于其他世界上的 整个思潮的转变 没有一定程度去对应的时候 对于部分人来讲 产生了一种不耐 他希望能跟对应社会的需要 因此提出了一些检讨看法 我想这是有意义的 也是必要的 可是那是对自意 传统佛教的解脱 跟对于大乘的看法 其实它并不妨碍 后来的人间性的发展 它并不妨碍 几位大德它是有批评 我想那是当时的情况 因为当时的一群人 可能没有像我这样子 去为传统佛教做解释 为他做辩护 或者有辩护 也没有辩护得很清楚 结果就造成这种对立 这种对立 依照台湾的今天 或许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隐隐约约的 还是有一种气氛在 传统派改革派 这种概念还是有的 那我在想今天不适合 再继续这样对立 其实传统派就是改革 那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改革 那改革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了 传统的禅修 跟对于传统 天台为代表这种原教的道理 圣身学习 也不应该没有 这都可以整合的 这样子就 我们今天的佛教 就又再跟传统佛教 再结合了 再结合 但结合同时 我们并不忘记 人间性的一个度化 这样就好了 不需要把传统佛教丢掉 这样很危险 丢掉我们的根 好 那么了解这样了之后 我们再看看 世教仪他怎么说 我们何说 世教仪怎么说 他就直接就提了 第一 三藏教者 这就是他直接进入 世教仪当中 世教仪当中 世教第一就是这样 三藏教者 能全之谜 他就解释了 一 修多罗 藏 瓜胡 四阿寒等经 二 阿比坛藏 瓜胡 巨蛇 大比佛沙 就是佛沙等论 三 比尼藏 瓜胡 五步律 此之三藏 明通大小 金曲小乘三藏 也 这就讲得清楚明白了 他也同意 三藏就是指 共称的修多罗藏 阿比坛藏 跟所谓的平隐藏 要讲这三个名称 三藏这个名称 是通于大小乘 明通大小 这里又谈大小了 是不是 就是谈半字教满字教 可以这样讲 大小乘都算在内 那么金曲小乘三藏也 其实这个话有语病 就是刚刚 偶主我引那个文不是说吗 其实 三藏教 不能一个直接就等于小乘 不太适合这样说 所以藏教 三藏教 就是藏教不等于小乘 我说过 他还是有发菩萨 菩萨心 行菩萨道 菩萨称 三草二目当中三草 神闻圆觉菩萨 他还是有菩萨称 所以三藏教特别指的是 针对在智慧的观察当中 只取缘起性空间 这样名为三藏教 但他只取缘起性空间 他还是可以发大圣心 他还是可以发 度众生的心 就是四六度 他还可以发 这里头 在于宋代以来的 四教仪 就已经有偶尔会把 小乘三藏 这样讲在一起 难免概念上会 会把它混同 这点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呢 金曲与小乘三藏也 那接着他又说了 大智度论 他就引文来说 为什么要讲三藏 三藏教 大智度论云 家宅言 女子 家宅言女子 自以聪明立根 于佩沙中 明三藏义 不读眼睛 非大菩萨 他第一个引这个 接着又引华华 又法华云 贪卓小乘 三藏学者 贪卓小乘 的三藏学者 因此 依此文故 大师称小乘 为三藏教 有没有看到 他把小乘 等同三藏 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他里头 也有发菩萨心的 不过呢 为什么会用小乘 等同三藏 是因为他 正化二称 旁化菩萨 就是旁化那种 小乘发心的菩萨 从小乘发心 做大乘 这样子的人 有 就菩萨乘的人 有 他学的是生文法 但他还是发大心 我们今天台湾多的是 你要他去请 他还做慈善事业什么 他嘴巴能说的 就是缘起信空吗 他就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 正化 生文 圆绝 二称 盘化 菩萨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既然就正化 所以我们把 三藏等同小称 是这样谈 不过弄久了就模糊了 他其实还有旁化菩萨称 这个事实 好 这个文很容易理解 他分两段来说 一段解释什么呢 一段解释他正化 一段解释大制度论里头所说的 家宅眼里 他引这个文 自以聪明立根 于菩萨中 明三藏意 不读眼睛 那于 这个菩萨是指大彼菩萨论 那么 明这个三藏的 三藏的意义 是指小胜的三藏意 他不读 不读大圣经 眼睛 摩合眼睛 摩合眼就大圣 眼睛就是大圣经 所以他非大菩萨 注意啊 他自己讲了个大菩萨 大圣的菩萨 他不是 他是小圣的菩萨 他是这样讲 发菩萨心 所以非大菩萨 我们只是先消闻 又法华经云 摊着小圣三藏学者 本来在安乐恨品当中 就有这句话 摊着小圣的三藏学者 三藏学者 这是对的 因为他正化小圣 这一类人都是学 小圣的三藏 换句话说 他把三藏特别 指的是小圣的三藏 依此文故 大师称小圣为三藏教 是这样 其实应该说 大师称 这样 这一类 指理解 缘起信空的人 为三藏教 这样教品贴切了 因为他旁化菩萨 那不全然是大小圣 好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大概都理解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注解 注解 我们看再回到文化 第一三藏教者 萧文结束了 我们看注解 第一三藏教者呢 一修多罗 修多罗前面注解 四百 修多罗呢 一百五十七 注解一百五十七就提到 什么是修多罗 修多罗杖 我们来看一下注解 前面的注解一百五十 注解一百五十四 里头怎么说的 修多罗范文呢 是Sutra 那么华言弃经 弃者 弃者是上弃诸佛之礼 下弃众生之机 那么经者法也 长也 所以说经 经中国人常用的这个字 是法 是长 乃圣教之种名 那么修多罗 有时又专止十二部经中的长行 直说法相 随其一理长短 不以字数为矩 他不是寄宋 此数通指一切 什么 大乘教杖而言 其实也不一定是大乘教杖的 就是经杖而言 通此经杖而言 那么顿初之教 正说缘 坚说别 三地无缺 故于圆满修多罗 如果讲修 加个圆满修多罗 确实是大乘的经杖 不然修多罗就是通指 大小乘的经 气经 所以这个修多罗它有串的意思 花串 花慢 那么有功能上是气 气应佛的思想 是佛所亲说的内容 上气佛理下 是众生之机 所以叫气经 那么叫经杖 那经杖 刮虎里头说 这就是经杖了 就气经 那刮虎里头说 四阿涵等经 那四阿涵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二是阿比坛杖 阿比坛我们之前也解释过了 但是它里头的刮虎提出两步 阿比坛杖就是论杖 阿比坛我们解释过了 阿比达玛 上一堂课解释 但是刮虎里头说 巨蛇 菩萨 菩萨等论 阿比坛杖就是论杖 阿比坛对法论 那么这里就说 什么叫 它举的两步重要的论 做代表 就是巨蛇论跟菩萨等论 好 我们来看看书解 476 巨蛇论 巨蛇即是阿比达玛 巨蛇 阿比达玛 的 古萨 这部论的略称 是世青菩萨早年还未信仰大称 佛法的时候的著作 那么它呢 是为说一切有步的重要论点 是说一切有步的重要论点 因其解说有步的重要中意 都极其简明恶药 在短短的600个颂文里头 都盖过无遗 比之前同类的转术 在表现方法上要散巧很多 因而得到的一种聪明论 它又叫聪明论的称号 流传各地 那么这一点呢 就可以解释一下了 这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世青菩萨它早年 确实是在僧文法中 做了一百步小论 但是呢同时他也没有人家 他也不能专美于前 在这更之前呢 有相当多的小称论师啊 做了六族论 在那里 六族论总体的整理了 说一切有步 这个大的教派 对于佛法的理解 它里头有很多是属于 法相的解释 法相就是说佛法的那相貌 那么也就是后来的 唯士学的内容 很接近 那么当年呢 这六族论呢 是不忘外传的 在某一个 那在他们的小称国当中 是不忘外传的 那么世青菩萨呢 他就 反正人家也没有认得他嘛 他就改名异性 进去跟人家学 那么跟人家学呢 他边学 那么也边造论 那么也边宣讲 那在宣讲的时候呢 每一天讲四句计 那讲了六百句计 那么讲 等于讲了一百多天嘛 都把它讲完 每天讲四句计 讲四句 那讲了六百句 这个计字写在那里了 可是那个计文是四句计 四句计这样 意义上面呢 其实他批评的 不是 不要讲批评 就是他在解释 说明的总设这个 声文教法当中的六族论 的时候 非常的善巧 因为他用四句计来表现 很善巧 所以在同步论当中 他比早年的六族论 这六部论书来得综合 综合 而且分类得很清楚 言简易改 当年这样一出 这些说一切有部的论师们很高兴 他说 这太好了 解释 整理得太好了 这六百句的句舍 句舍本颂 句舍颂 很好 可是有人就说 这颂词不太容易理解 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所以世青菩萨就假借这样 再对这六百句诵 六百句的诵词 再做解释 这叫做 句舍诵的诗 都是世青菩萨所造 这一造事情就来了 其实世青菩萨 对于说一切有部的教法内容 一直有意见 不是全部都接受 当然他也有接受的部分 但是他在这六百句本颂当中 表现出来的批评并不明显 常常包括他们本来说一些有部的学者 去读他 也觉得好像没有问题 等到他去做解释的时候 基于这六百句颂 再去做解释的时候 哇 他就博影小正经典 乃至于经部的大德 否定 所以却有部的教法 换句话说 他看起来是整理六族论 所造的这六百句的 所谓句舍本颂 看起来好像是支持 其他是隐藏的批评在里头的 这下子被当他的论诵解释 对于这六百颂的解释出来的时候 里头的大德 也就是原有的 说一切有部的大德 已经看出来了 看出来的时候 他就去探听 去打听说这是谁造的 就世青 世青法师 这位大德 他是用神通去观察 观察到底谁造的 他一观察出来找到世青 就把世青普达找来 说我们这里 像我 我了解你的理解 跟我们本宗说一切有部 是不一样 不过我是阿罗汉 我跟你的见解不同 但我不会起称心 可是我这边 我们说一切有部 这整个城镇里头 都是说一切有部的大德 没有理喻的相当多 你要是被他看到 解读出来你的解释 是跟我们说一切有部的 根本教理有伪的话 他没有理喻 他赶快会杀你 你赶快跑 世青菩萨说 好了 既然长老都被你看出来了 那我就走吧 他就这样走 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可见 据舍论相当的 具有他一个 挑战说一切有部的 一个态度 这点你要知道 这点要了解 那么这就是据舍论 所以为什么据舍论这么有名 因为他就是世青菩萨的一个 重新整理说一切有部的教法 并且对他也有所修正 他可以当作是 转入大乘 声闻教法当中 转入大乘的一个阶段性的论书 那么所以天台中会把它 作为一个代表 这点要了解 他还是生文法 我们对据舍论 基本上做一个简单解释 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对他做一个简密的说明 向下文长 注意台日我们回向 众神无边 数言度 烦恼无尽数言断 法目无量数言学 佛大无上数言成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保护上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自归于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道 同理大道 一切无碍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境都 上报四重恩 下集三读库 恶有见闻者 激发菩提心 静止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